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麒麟先生的一个综合测评 麒麟这个皮肤大家应该都已经用上了吧 这个皮肤我已经用了两三天了 然后得出的一个综合评价就是 完美 真的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手感有手感 关于它的一个手感 有没有具体的皮肤参照 有的 那就是日月香水 手感上来讲的话 属于是偏轻的一个类型 但也不是特别的轻 现阶段来说的话 唯一不足的一个点 就是有点挡视野 但是挡视野的问题后期肯定是会优化的 就是像亘古双星一样 加一个披风的虚化 所以的话 这皮肤当做排位的战袍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闲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实战 边实战边讲解 好的 这边皮肤窗好了 直接拜访一下对面 气势上不能输 呦 这个心理学家要跟我单挑 好的 麒麟先生 应战 好这边开局 直接走地去抓这个心理学家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皮肤的一个争议点 很多人觉得这个皮肤是钢板披风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挺自然的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更古双星的一个披风 然后我们回到游戏 这里听到脚步声了 我们反照一下 我个人觉得 玩速伞最好是把鸡带上去 然后关掉出去音乐 这边只扔伞 不传送 只要拿进身位就可以 最基础的一个博弈 会不会 板子不踩 先逼个板弹 我们再翻回来 过来把窗盘逼了 他不交这个窗盘 我们就跟上去 扔伞 架数 这伞其实不应该传 反面教材 给大家展示一下容错 黑红光 前面板子没了 心理学家如果被骗到 这里是必拿到的 他没有窗盘了 闪现直接交 这里插刀加挂人 记得看一下电机的一个抖动 大门的一个电机不点了 那就是记者过来救了 这里不能走太远 可以拦截这个记者 这个素材不能没 记者来了 摇铃 风技能 直接打 开二接 然后闯闪 吸魂 真难重复回头 油才在那个女神像 绿石的话应该是大门方向 不用着急 先把人挂了 这边要回去守一下 怕这个油才过来偷人 人没有被偷 那就由律师过来救 这里打针对吧 因为律师不会被震慑 所以这边是没有博异空间的 直接打就行 球场这边开始过来打团了 但是不着急 他们电机不够 然后这边追记的空隙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皮肤的气候刀动作是不一样的 小黑跟小白的气候刀动作都改了 讲道理我用着不太习惯 我感觉还不足不改 好的 我们回到这个队局 接着抓这个心理学家 然后再讲一下特效方面的问题 这个皮肤特效是真的很足 不过有点太花里胡哨了 我是不喜欢这么花的一个特效的 所以我把挂件的一个特效改了 改成那个足香层的特效 挂件的一个特效可以更换 就是很舒服 这点必须得夸一下网页第五人格 这律师现在还敢修 来 拿它来去接受 这边我们直接跟这个律师来场 小废墟单挑 听不懂的呀 二姐喜欢 怎么单挑 这叫当方面的一个女孩 这里的话可以先刚找一下电机 其实先走记者才是对的 不过没关系了 我们这边节奏非常好 没有机会的话直接回房 有薄命在 我们先打记者 接着再追一刀 这里的话有赏线 对手走不掉的 好吧 但我没说 当时抓画家也可以 因为抓画家没有人救人 这边电机肯定不够 所以我们守人就可以 外面也没人可以救 切黑吧 电机不够 那边电机听了只有50 电机是不可能这么快 都看到这里了 点个赞呗 留言一下 我来抽个690小奖一个 cuid 你们可 对 很高等